我們這一次的議程的主題是專位高中生設計的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然後我們的講者是幻傑 好 那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他 大家午安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我的專案 專位高中生設計的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那我是這個專案的co-founder跟backend engineer 那一開始這邊是我們專案的demo版 那這是version 1的demo版 那目前我們正在做第二版的開發 那我們第一版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資料庫跟軟體放在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的response速度還蠻快 那第二版我們就決定把它放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那TWCC是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的一個新的服務 那在後面我們會介紹 那我們專案 這兩位是專案的創辦人 一個是我後專案工程師煥傑 另外一位是前專案工程師賀陽生 那賀陽生他因為高三學生的管家 所以就是暫時先離開我們 那目前我們總共有五位成員都是來自立山高中 就是來自我們立山高中各界的學長界這樣子 那我們會想寫這個程式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發現同學常常忘了帶作業或考試 隔天考試要用的書回家 那這個程式會在每天放學前用推播的方式來 告訴學生未來幾天的考試跟作業 那學生就可以利用這一則訊息 來決定要帶什麼東西回去 那我們希望使用 我們的設計目標是我們希望使用者 可以在簡單教學過後 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首先先講的是第一版的程式 那我們的專案是從去年九月開始 那一開始我們用的是Line of Future Account上面 就是一進一出都是固定的這樣的回應功能 那因為我們剛好在學Python 所以我們就決定怎麼 就是除了Python的語法之外 我們決定研究怎麼把它跟Line SDK 穿在一起 然後在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心目中的那個checkbot 然後十二月底在我們頒上線 那上線之後就遇到滿多就是 滿天而來的bug report 那最後我們發現問題是出在Google Shield API上面 因為Google Shield API它有一個一百秒 然後一百個request的限制 那這是第一版的功能 主要就是新增刪除作業考試 還有查詢作業考試跟斷考資訊 那在這邊因為我們不希望所有人都有全線去新增 在去動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有做全線的控管 那最後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我推播訊息 那因應疫情的關係 我們加入了體溫登記的功能 那體溫登記的功能 這邊又分成學生版的體溫登記功能 跟學務處版的體溫登記功能 那這個在後面我們都會介紹 那剛剛在加的時候應該會看到一個訊息 要求你登錄一個做號 那這邊就是幫我隨便選一個做號就可以了 好像25號以前是有全線的 25號之後沒有全線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這是我們在2019年9月底跟2020年4月底的選單設計 那就是可以看得出就是我們在這段期間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那這三張圖是 就是顯示作業、考試跟查詢段考的一個作業圖 那就是我們做的全線控制系統就是 主要就是在我剛剛講的新增跟刪除的部分 那有全線的人他就可以去動資料庫裡面 就是加進去的資料跟把資料刪掉 那沒有全線的人他就只能看 他就只能查詢裡面的資料 那其實這個程式最關鍵的部分就是放學推播的功能 那推播功能會在每天放學前整理資料庫的資料 然後進行自傳傳接之後會傳給使用者 那這是學生版的體溫登記系統 那左上角就是體溫登記的方法 那左下角是沒有全線的人 他就只能看到他自己的體溫 那有全線的人他就可以 就是像老師或是副班長 他就可以看到全校的體溫 不是全校,全班的體溫 然後學務出版這邊是 他可以查詢全校各班的體溫 然後我們這邊目前我們是做 在每天的固定時間 然後他會去通證整個資料庫 看有沒有異常的體溫 如果有的話他就會report回去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我們在開發 人眼辨識加體溫感測的功能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只要一感應到就是 過高的體溫或是奇怪的數字的話 我們就會馬上發notify給學務出 那在第一版的開發中 我們這邊用了幾個API 就是除了Python3跟9API之外 我們拿Jungle當作我們的網頁框架 MySQL做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程式是放在HeroQ上 那Diabase是放在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的TWCC上面 這一頁怎麼跑到這邊來 那這一頁就是架構圖 就是當學生發送一個訊息之後 他會經過HeroQ傳到在TWCC的VM上面的MySQL資料庫 那就是學生或老師把東西新增進去之後 學生也可以用同樣的workflow去查詢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開發的程式 那在10月之前我們這邊都是在做DB跟整個 就是專案結構的規劃 那在10到12月我們會把我們規劃的東西開發出來 預計在明年的1月開始進行單一學校的測試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暑假之前開放給全台灣的高中用 那第二版的主要開發目標其實是要修正第一版的問題 那主要就五項第一個是我們要做Call Reflecturing 那就是因為我們接下來可能會開放社群寫作 所以就是我們的Call要讓大家都看得懂 第二個是Database Normalization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我們一開始用的是Google Share API 那我們後來換來買SQL之後 我們也只有學會它的語法 我們並不知道說原來有資料庫標準化這樣子的東西 那第三個是我們想要開除了學務處的程式之外 我們還想要開發總務處跟教務處的程式 來把這個程式的使用範圍從班級擴大到整個選選校 那第四個是 就是 使用者介面的設計 因為我們在第一版裡面 我們新增刪除跟查詢的方法都是相對比較指令一點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會用的像是機器人問答的方式 像是說我今天想要 我今天跟新增的講 我今天想要新增一個作業 然後機器人就會問你說 欸你今天想要新增什麼作業 那當我把作業打進去後 機器人就會問我說 你確定要新增這個作業嗎 那最後 當使用者確認之後 這個東西才會被 就是比較直覺一點的被加進去 那最後是網站的開發 網站的開發主要是在做使用者權限的管理 因為目前使用者權限都是我們從 都是團隊從後台所 可是在未來我們 Deport了到全台灣 就是Deport了到全台灣之後 我們不可能一個一個case這樣處理 所以我們決定要把 哪一個班可以授權到哪一些人這個東西 自己拉到網頁上讓班上自己管理 那這個是我們第二版的 嗯就是整個專案的結構 那不一樣的是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 我們把程式跟Database都放在TWCC上面 那特別是Database只有程式這個 這台主機可以做assess 原因是因為我們存的不只是個資 我們存的是18歲小小朋友的個資 所以我們在資安防護這邊有做特別的處理 那最後要講的就是一些技術的東西 首先就是 就是LINE它這邊在發送訊息的時候 分兩個 分兩種不一樣的狀態 一個首先就是LINE PUT MESSAGE LINE PUT MESSAGE 是不需要經過使用者觸發 像是我可以設CROM或是設其他方法 讓他發訊息給使用者 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知道對方是誰 所以你必須要有使用者的User ID 那LINE REPLINE MESSAGE 就是靠使用者出發 那LINE PUT MESSAGE跟LINE REPLINE MESSAGE 最大的不同 是LINE PUT MESSAGE 它一個月只有500折免費的信息量 如果超過的話就是要付錢 那在第二版的程式中 我們Web Hosting 我們程式的主機裡面 首先我們用的是Django 3.1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心得 就是說一定要在虛擬環境裡面開發 然後我們在本地端用VSCode開發的時候 就是它會一直跳Arrow 所以就是建議用PiLint 我忘了打錯對不對 PiLint Django去 就是去啟用這樣的服務 那恩訊 我們就 那接下來就是恩訊做反向代理 那 去用Coin做伺服器雜道的介面 那這個就是它簡單的設定 那比較特別就是可以看就是 右邊那個work dictionary跟exista這邊 那work dictionary就是你開發的資料夾 那exista這邊就是連接到你 就是虛擬環境裡面安裝的套件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故事就是 就是Django在連接database的時候 會有一些還蠻奇妙的問題 就是首先你會先遇到 一個問題叫做 Aerror Loading MySQL DB Model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安裝MySQL Client 或是MySQL Dash 就是Python這樣子 然後 你知道它的意思 然後 通常在這個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 就是 你如果去查網路上的話 它會跟你講 請你在init.py裡面加入 pyMySQL 然後去Package裡面 把 if version 這邊的確認把它pass掉 那 我一開始以為 這是一個長期的bug 後來發現不是 是你只要把 你只要在PIP3 把MySQL Client給灌起來就好了 因為我一開始都是以為 是不是 batch那邊的MySQL Client的問題 那大概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TWCC 就是 我們目前的機器都加在上面 也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那我們當初會跟TWCC合作 是因為 TWCC在疫情期間提供了科技抗議專案 那我們就去申請 那我們還蠻意外的就是 我們的申請就是不到兩天就下來了 那我們也花就是兩個小時的時間就把所有的資料都搬到TWCC上面 那最後最後我們要講的是我們在長期的目標 那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除了LINE之外 我們想要在其他的聊天機器人平台上開發 像是Telegram或是Messenger 因為 我們當初會選擇在LINE上面開發的原因 是因為LINE的使用者最多 可是 也會有沒有用LINE的人 那這個程式其實只要少一個人 就很難 就是 就很難 就不好用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 第二版開發完之後 我們會做其他聊天機器人平台的開發 那 最後我們的大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部署到全台灣的高級中學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我們的人手偏少 那 第一個是人手偏少 第二個是我們團隊成員都跑去考學測了 然後 再來就是 前的問題 因為就是 科技抗愛專案這邊只有到12月底 那 最後 其實 最難問你這個 就是 就是 整個政策面對手機這件事情 的 想法 這樣子 那 我的 我的題目就到這邊結束 這邊是我們的官方 像 官方網站 然後 臉書粉絲專頁跟 Github 這樣子 我剛剛講太快了 我要切實在動 不好意思 沒有 那 我們接下來就進到QA的時間 那在現場有沒有人想要對前面的講者的介紹有些想要發問的部分 可以舉個手 然後我們公眾人員會把麥克風遞過去 好 那我這邊來幫忙發問一個好了 有在slide上面看到一些問題 首先第一個是 有 有 會眾問說 就是 因為是使用linebar的關係 那有沒有學生開始亂傳訊息的情況 就是傳一些幹話啊 或者是傳一些有的沒有的給這個bot 基本上會 可是因為他只會去吃特定的東西 所以他不會受到影響 那 像我剛剛講的權限關於 就是在避免 就是有人在 有人把一些奇怪的髒話記憶法的東西 抓到 加到那個linebar的 就加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是 在message 就是line的message API的時候 有使用 就是剛剛有提到 月 月限量500折 那他問說 有沒有考慮使用官方notify機器人 或是升級方案 或是有沒有其他的解決的想法 我們這邊解決的方法就是 一個班一個channel 可是他對的是同一個server 那就是 我們到server那邊才去 辨識說 那個 他是從哪個channel發過來的 那就是 剛剛講的notify方案是 我們考慮的一部分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用 他原本channel的身份去 去跟使用 去面對使用者 那升級方案的話 就 看學校好不好解決 對 還滿現實的 嗯 那現場的會眾 還有沒有人想要提出一些問題 有嗎 那因為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不知道方不方便 可以給我們一點簡單的demo 或者是一些 想要可以分享給大家 關於做這種treadbar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或者是 有趣的一些故事之類的 講故事 就是 這個專案是從 我剛講是從去年10月開始的 然後 講我的故事好奇怪喔 就是 我們當初會開始是因為 我10月去Mokong的時候 忘了帶書下去 然後我就想說寫一個自己 就是給自己用的notify system 然後想一想不對就是 因為是 架班上的作業 所以班上會用得到 所以就 所以就把它 成績提升到班上 對 然後 其實寫這個東西 對 一個現在的高中生而言 我覺得還滿辛苦的 因為基本上我都是熬夜在寫 然後 長長起來的時候 那個Mak的作品 已經從晚上變成白天 然後馬上開門進來 第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是 剛起來還是你還沒有睡 然後 就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開始覺得 我 就是 因為其實我學習能力比較差 然後 我就覺得說 就是 我與其在白天 學習吸收量那麼大 然後 我晚上還要這樣 熬夜這樣寫口 然後我就說 所以就是 就是我高二校 其實就沒有什麼去學校了 那因為 某些原因 學校也允許這樣做 那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不直接休學 因為我是卡在課綱的最後一屆 我休學會有很大的 我在升學 接下來的升學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雖然都有被 都有TI方案 可是一定不會是 比現在這個方案還好 那 我的想法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我也沒有很想升學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就是 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練起來 然後 我想要去找一個 我想要去intern 然後intern一兩年 如果喜歡的話 就繼續待下去 不喜歡的話 再回來練大學 就 就這樣子 剛剛還有 遠端的惠仲有提到說 在團隊溝通上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 因為剛剛聽說 就看團隊是只有前端跟後端 那在沒有PM的情況下 怎麼樣共同決定 那個開發的方向 嗯 其實前端不算 應該比較像是 美術那邊 那就是 那就是我前端想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 我在這個團隊的角色定位是什麼 然後他說 他不想跟我一起參加 接下來的任何比賽 然後可是 因為我就是 從小的話就爛到大 然後 所以我就說 你可能這樣覺得 可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今天沒有你 我突然也做不起來 那你說 共同制定方向的話 目前這邊都還是我在訂 可是因為我們 就是這兩個月 學長節才剛進來 那 目前我們有在談 就是像社群這樣子 兩個禮拜開一次會 來決定 接下來開發 或是宣傳的導向這樣子 這個問題 剛剛有稍微回答到 就是 有揮中想問說 在課業上跟專案上的一點平衡這一塊 剛剛好像有稍微點到 我 我覺得與其平衡你不如 就是 我以前都是 就我可能 高二的時候都還是屬於什麼 我全都要的那種狀態 可是 你過了久你會覺得你這樣很累 然後你都沒有在睡覺 然後沒有在睡覺 你 不管是脾氣或是心理狀態 都會很差 所以我覺得與其是 與其是怎麼分 我覺得不如 就是痛下心來去捨棄某一項東西 對 那現場的會眾還有沒有想要發問的 嗨 我有用你的 就是 剛才我測試了一下 可能有一兩個bug 就是那個提問那邊 然後 有一個使用說明嗎 對對對 所以它應該可以答那個 比如說你要set你的座號 或是 add homework之類的 那因為這個 就是 就 我以前用的lightbug 它可能是 會打中文字 而不是 比較像指令的東西 那我 比較好奇的是說 你同學在用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這個是有一點點門檻的 就是 那個指令的那些部分 然後 然後 他們有沒有什麼feedback 然後你們做了什麼調整這樣 這是我比較想知道 就是 使用情境的部分 就是 就是 這個其實看班級 因為 呃 我們這邊 部署的全校大概一半 以上的班級大概 五十六個班 那狀況是 有 有玩起來的人 就會一直玩下去 然後如果一開始 沒有 就不知道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的人 就會一直放在那邊 那其實 整體來講成效其實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去做第二版開發這件事情 不知道 我可以接著問嗎 可以 可以可以 那 就是 呃 玩起來的人 跟沒有玩起來的人 他們 是怎麼樣的兩種人 有沒有 某種特質的人 可以玩得起來 或者是某種特質 我覺得就是如果有一般有一個人玩起來 然後他就會跟另外一個人說 欸我玩起來了 然後 就會這樣喘下去 可是如果 第一個人沒有玩起來的話 後面的人 就也不會玩起來 那就是這種方法其實是 當初在做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可以直接講 我覺得V1是一個Photopipe 然後 我V2才想要做 是 真正可以Public到 或是Depoit到 市場上 或是到學校裡面的東西 這樣子 現在還有沒有 會眾想要 問江澤 好 好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 謝謝江澤 謝謝江澤